大家好,我是Alex,早前進新涼潭,今天主要是拍一隻印芝綠雀 早上這裡已經拍滿了車,我們現在慢慢走下去看看 這裡的交通亦尚算方便,有車位停泊,也可以坐的士 這隻印芝綠雀是外來雀,近期都是熱門的拍攝題材 吸引到不少愛好拍攝雀鳥的朋友來到 有很多天味光6點多鐘已經到了,因為拍攝環境是山間,可以站的地方不多 如果你要好位的話就一定要一早來,我們雖然不是最早那批 但是我們去到亦都有位可以讓我們選擇,可以坐在石頭上慢慢等車子出來 器材方面今次用了Canon R5再加上EF100-400Mk II,當然要加上Adapter 這個拍攝位置就是側面的,其實都可以用3.8或者4.8拍攝 今次這支鏡因為比較輕,所以我全程都是手持拍攝,靈活性就比較大 因為山間的四周圍都是佈滿濃密的樹枝 而雀鳥也都喜歡在樹枝裡面穿梭 很多時候我只是見到一個雀鳥的身影在那裡閃過 很難可以見到它整隻站出來,沒有東西遮擋 就算出來,很快也會閃回到樹林裡面 這個Video其實都難得,可以有20多秒鐘讓我拍到它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相機的設定,我主要是用M Mode 而光圈我是開盡的,每支100-400Mk II 在400mm的時候最大光圈是5.6,而畫面方面我用到250左右 主要是我不想ISO去得太高,在很多暗的環境之下 其實我的ISO去到1800 在相應不同的拍攝場景,有時雀鳥在暗位,而背景在光位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加曝光補償 有些時候背光背重要,我們的曝光補償可能會加到1.7 而當雀鳥有時在暗位的時候,我們會曝光補償減 但不會減太多,可能減三分之一 在對焦範圍方面,除非雀鳥走出來,沒有東西遮擋 這時候我們可以用全畫面加上面部對焦 而一般情況之下,我們用鬆就會比較方便,會減少對錯焦的機會 如果雀鳥有些樹枝遮擋,我們會選擇單點加輔助點 甚至乎有些地方比較狹窄,我會選擇單點對焦 另一個設定,作為主體的鳥因為經常動動 所以我們會選擇Servo,連續對焦 過片方面,為了不想錯過鏡頭,我選擇高速過片 而快門方面,我用機械快門,所以高速過片是每秒12張,已經足夠了 要拍攝的鳥真的要很有耐性 我剛去到選好位置,設定好相機,一路在等的鳥 鳥兩個小時後才出現,而當它現身,很快又跳回到樹林 而之後亦都是無盡的等待,再出現的時候亦都是兩個小時後 而我都是第一次見到印之綠鳥,我覺得它的樣子很有趣,亦都很美 身上有青綠色的羽毛,紅色的嘴,加上有一個好像黑色的眼罩,蒙什麼眼道 看上去都相當有趣 體型不算太細,屬於中型鳥,但身手都相當靈活 見它在龍脈的樹枝穿梭,眨眼就已經不見了 而我們拍照的就更繁忙,當一出現的時候,我們要考慮一下四周圍的環境 究竟用哪個對焦範圍會比較好呢? 剛才亦都說過,如果最好的就是一些空曠的環境 無論你是用全畫面的動物對焦,又或者用鬆的區域對焦 中島焦點的機會都非常之大 之後亦要考慮一下曝光,因為現場環境其實真的很暗 如果鳥是處於暗位,兼是背光的 如果你就這樣拍出來,後期雖然可以用lightroom去推光它 但微粒就會非常粗,所以在曝光的時候加上吸幾的曝光補償 後期再調整就輕鬆得多,而質素亦好很多 背光的作品,在後期我還會拉光一點,令背景更加光 在對比之下,鳥就更加突出,而顏色亦更鮮艷 因為今次的拍攝環境只是一個小小的山間 而現場有幾十個影友在拍照,拍攝條件會有所限制 但作為記錄也不錯 拍攝的時候,鳥突然跳到水邊的石頭,好像在找東西 我就立刻設定鬆的對焦範圍和減曝光補償 看見它擔了一件白色的東西上來,初一看 我想一下是不是麵包呢?因為拍攝的時候看得不太清楚 看完之後再按出來放大看,原來是一件廁紙 所以在郊外就最好不要留下任何垃圾了 新生的動物不會知道是什麼 吃了肉桃,分分鐘會對它們造成嚴重的傷害 好在之後它飛上樹枝,將廁紙放在樹枝旁邊沒有吃到 都算是不幸中至大幸 今次就講到這裡,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歡迎留言,拜拜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和按這個小寧圖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 最後記得按LIKE我們,多謝各位